做晚饭 看看今天做点啥呢 今天儿子得吃点清淡的 是吧 老娃 他不能吃啊 他不能吃啊 儿子爸爸给你拍一个黄花 你能吃吗 不能吃啊 也不能吃啊 那他吃啥呀 他什么都不能吃 他就需要休息 养胃 那怎么办 那他多饿啊 那爸爸给你做一些青菜吧 他可以吃吧 不能吃 哎呀 老大吧 昨天就吐了 这几天孩子就接着吐 先是前几天老二吐的 然后呢 昨天半夜 老大就是 半夜就哭醒了 然后他恶心 吐了好几次 我感觉好像是 同一个细菌 是同样的这个症状 我原来也吐过 所以他妈妈说 今天老大不能吃东西 要那个让胃休息休息 那我 那我就做一个 有一个蛤蜊啊 今天把这个蛤蜊作为蛤蜊汤 那我炒个芹菜行吗 芹菜肉丝吧 好吧 我感觉呢 他俩肯定是因为 这个细菌肯定是从嘴巴里面进去的 因为他俩老是把这个手啊 放在嘴巴里面 有时候就玩玩具 玩玩玩具呢 就去抓东西吃 所以家里有小朋友的要听着啊 手千万不能往嘴巴里面放 这个特别容易 感染细菌 就容易生病 今天吃了一天的苹果 他妈妈把这个 苹果用这个水给他煮了 煮苹果吃 好烫 那晚上 他们也都吃不了 要少做一点嘛 那米饭也不做了 我们中午做了好多面 面条 西红柿打卤面 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然后这面条你刚才那么多呢 不吃了又要浪费 这浪费食物实在吃不吃了 冰箱里还有 冰箱里还有好多东西 虾也没吃完 Costco买的这个虾 然后呢还有这个寿司 你看再不吃 昨天的 放了又坏了 谢谢 这个东西老放坏 有时候买多了放在冰箱里就忘了 浪费食物总是不好 是不是 这个芹菜 再 叶子给它弄掉 据说这个芹菜的叶子不能吃 是吧 这个芹菜的叶好像说是吃完以后降血压了 降血压加得很严重 是不是 那我现在好像看到有些人也吃这个芹菜叶啊 但是这个芹菜我们是 我们家是从来不吃这个芹菜叶的 我要自己的芹菜叶的 来 许多芹菜叶好 葛梨今天做个汤 用新锅 我老婆买了一个新锅 有好多网友老是提醒我 说这个锅 这种不粘锅 不能用铁勺炒 我这个实际上是塑料的 有好几个人跟我留言了 说是不能用铁勺 我说我没用铁勺 我用的是塑料的 这个就是塑料的勺子 这个就是塑料勺 大家看清楚了 我没用铁勺 我这个做餐人一般比较喜欢用蒜 铁勺 特别喜欢这种蒜香 我们全家都喜欢吃蒜 两孩子也爱吃 这个蒜要把它炒熟了 煎熟了他们特别爱吃 孩子今天还有点发烧 它现在还冷了 肠胃有炎症了 下肉 翻炒 翻炒 家里这锅炒菜真是着急 火就是上不来的 我特别想去饭店体验一下大火 哗上来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没体验过 你看这水又开始出来了 所以家里炒菜就是这样 这个锅是这种颠锅 它是上面高下面矮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你看 哇 还不错 味道正好 可以的 你看 还不错 来个特写 做第二个 第二个用这个 做这个蛤梨 用这个大锅 这个蛤梨呢 今天就不做那么油腻了 大家肠胃可能都不太好 这两天 就做一个清汤蛤梨 就清汤下锅 开了 直接放下去 然后弄点葱花 放点盐 就可以了 然后开了就好了 这很快 蛤梨一烫马上就开开 哎呀我记得这个火不是打开了吗 这个锅放到这一直没开 哇 还等着这个火开了下面条弄了 哎呀 继续摘着火 上年纪了 开开了 放几颜色就好看了 咸味也出来了 这哨思 一二 坏了没有 那他们吃啥呀 烤吧 吃那个大炒面包 他倒是爱吃面包 这面条应该没坏 是中午煮的 这面条还挺筋道的 它也没粘 也没有粘到一起 这面还不错 你看还特别筋道 让它开一下就好了 亲密啊 过来把勺子筷子拿去啊 那还行吧 今天哥哥生病了 你来替哥哥拿好吗 今天好吗 对 那为什么还能拿手机呢 那也得拿勺子呀 你不吃菜啊 不吃 那你不吃菜可不行啊 都生病了 一家人 他妈妈说感觉也不行了 这一家人全倒下了 沙沙卷 嘿嘿嘿 让它开一下 这是今天新版的 这个百味 是这种这个叫红瓶的百味 这个味道咋样啊 你看百味都是能够直接拧开的 还不错 就百味吧 再怎么样都挺清爽的 它这个口味 行了我吃我的面条 一顿做了两顿的面 太多了 是 爸爸把那个肉挑出来给你好吗 啊 不是就是那个蛤蜊肉 行吗 你别给他吃 你太昏奖了 没事 没事 吃完它不消化 咋不消化呀 吃两个吧 没事 很喜欢吃 吃两个没事 下次你要再吐的时候 我使劲给你塞 你想吃吗 好的 你想吃吗 你被你妈妈一说 她就不吃了 随便吧 随便吧 你自己决定啊 平时 这好的时候 还没见到过 她身体难受 你费得死一瓶 人家想吃啊 她想吃吗 对啊 她不是说了吗 你想吃吗 妈妈我给你拿了 你自己想吃 你说 你老说我 就两个 你都给她几个吧 她刚才都跟我说了 她想吃 你说 她还吃了 我油都没放 这玩意肯定放手油啊 那油啊 有那种炒 炒完以后再放水的呀 怎么样 坏了没有 就差我一个了 虾没坏 虾感没坏 我让它熟了 这还有一盒小菜 是什么菜啊 酱菜 应该是寿司里的 那种是吧 我再给儿子挖出来 对吧 我可不敢 我来问你吧 拜拜 来 老宝 喝碗汤来 你不吃蛤蜊 喝碗汤也行啊 你蛤蜊吃不吃啊 吃 啊 吃 他也要吃 吃 没多少呢 这蛤蜊是挺好吃的 我跟你说这种蛤蜊买的时候啊 你下次要买的话 一定要买这个小的 千万别买那种大的 大的那种一点都不好吃 你知道吗 你要来一口吗 我没有一口水 好像没劲的感觉 圣哥 要芹菜吗 啊 不要 你看 要不要 不要 这个汤太咸了 但是我喝啤酒 好像不太适合喝汤 喝这个汤吧 我想起我爸来了 我爸就是 不管喝什么酒 喝啤酒也好 还是喝白酒也好 他都得有一个汤 我爸说喝汤 对 我爸说必须得有一个汤 一般人喝啤酒不喝汤 他喝啤酒他也有汤 看着是啥呀 叫什么名字啊 孙悟空啊 对你们得多看一些中国的动画片 否则你们这中文就退化了 他俩人从来不看中国的动画片 这有中文字幕 下次你能看懂吗 看啥 那么容易啊 能看懂一些吧 我儿子现在识字识的挺多了 这送口怎么那么Q呢 再说实话 这啤酒 我喝下来最好喝的还是Blue Mo 我最喜欢的口味 Blue Mo你倒出来 你看它就有啤酒的那种 就是像 姜的那种感觉 啤酒姜 你知道吗 它就很浓 它就小麦香了 对 这个你倒出来就是水 你看 我们说酒嘛 重江浴液 那个就是精 好的白酒也是 倒下来以后 我爸有时候喝酒的时候 他老婆们讲 他说好酒 拿一个杯酒杯 倒在酒杯上 它是能够粘在酒杯上的 两臂 喝完以后 你往外倒的时候 他说你挂杯 挂杯 对 他有这样的就是好酒 我爸喝酒是喝出 有门道的 你知道吗 今天回去要不 把我爸的茅台给喝了 卖了吧 还可以挂钱 我爸的酒要是卖了 就能卖不了钱了 我爸一柜子的酒 临走之前 他都舍不得喝 那些好酒 什么茅台 建南春 五粮叶 一堆就是好酒 都是人家送给他 他全放在那酒柜上 然后最后走了 都全留下来 本来我妈是要卖的 后来我们说别卖了 留着吧 留着是个念想 我習慣了 我看你 我看你 在那边